你都可以准备你都会买宝银 除了死 没有人敢卖这个宝银 好 你不会死的 我想要开始做这个神秘的物 也对死亡是人生的这一种自然的定律 每个人都很害怕 就不讲人死地了 你死定 对不起 因为跑不掉 但是人死也不定 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从什么样子 要急死去 在哪里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都要恐惧 因为超过我的控制 所以既然它是一个自然的生命定律 我们应该好好去看它 在天主教信仰里面说 耶稣每次肯定我们 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 信从我的 即使死的人要活着 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所以这个祝我们是一个信仰的地方 神社期待 那么这些进入 我们应该要讲的今天 天主教徒怎样处理 一个人的身后事 我们把死亡看错的是 不是死的 死的才开始 而是在临终 临终 临终 和礼仪祈祷 所以这个最主要 我们有五个部分 第一是看回礼 帮助病人看回 他一生所犯的一些过错 或者后悔的事情 那么他也要给这个病人祝福 所以对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实际的行动来鼓励病人 度过的一个事情 在我们教会里面也鼓励 我们华人教会本地化的听众里 这个很多人都很敢 自己要去前后 要谈谈谈谈的事情 或者要怎样变墓碑 然后处理鱼谷这些东西 应该等过后 免得心烦意乱将写的错误 买错地方就惨了 所以我们主要要看的在里上是 为专心、为那个王子祈祷 所以宗教徒应该注重什么 我把它农出成四点 书中经常礼仪的精态 经历这个礼仪为提升我们的信仰 反过礼仪的精神 我们期待永恒 好的念头 你身前做过什么好事啊 你从小到大做了什么好事 让他回忆 在回忆当中他的身前的经验 我小时候帮助过很多人 做了什么好事 诶 这个赞念一起 很自然的我们就再加一句 诶 迷走世界就是要租上犯人集会一处 所以你不会害怕 你一定准备好你的资粮了 你可以放入放下一切 这个呢 我在跟各位讲一个实在的故事 我有一个姓竹 他一直要走不走 要走不走 他的太太没有办法 所以我后来请我到他家里面去 我一看 知道这个老先生在想什么 因为呢 他那个时候帮助巴基建的事业 就是如来寺 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在挂念如来寺没有建好 我已经把他建的百分之八十了 现在继续 这个再几个人建好了 你是不是很怀念国光丹 你是不是想念大师 他就去跟我点头 他不能回答 我说 你这一阵子似乎的弟子 下辈子在发现做清明大师的弟子好不好 他就跟我说 我说你这个身体是不是坏了 痛了 你不要这个身体 再换一个好的身体好不好 他慢慢就接这个孩子 我说那你要放下 你看你的孩子这么有成就 你太累这么好 大家都很好 你不必乖 结果 那一天的半夜真的往生的 他太太就拿起电话 觉得马子你跟他说了什么 他马子去走了 他把我吓了一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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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